State Farm幫您保護 珍惜一切 讓您安心來陪孩子成長 追求夢想 好 說到夢想就來看看 成功追求自己夢想的林書豪 最近表現得怎麼樣 洛夏季胡人隊的招牌球星 Kobe Bryant又肩受傷了 照理說是林書豪很好的機會 可惜總教練沒有給林書豪更多的表現 我們就由著State Farm所在助的 NBA Showtime 體育特派員時間 我們來為觀眾進一步分析 本節目由State Farm容易贊助 讓State Farm的Ultraman保護理想更好邁進 謝謝直播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由State Farm 獨家贊助的NBA Showtime 體育特派員時間 持續我們還在為大家 解析一下林書豪的一些最新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目前 洛夏季胡人隊的Kobe Bryant 他的右肩的旋轉機 已經斷掉開刀了 所以整季爆銷了 所以林書豪就有機會 比較多機會可以上場比賽 可是記者其實我們一直在關心一個重點 就是從林書豪來到羅安京胡人隊後 胡人隊林書豪跟Kobe Bryant的關係 到底怎麼樣 其實大家一開始說不錯 後來好像要陷入低點 然後後來又還不錯 後來又變低點 那我們仔細來觀察一下 林書豪的這段訪問 大家來感受一下林書豪跟Kobe之間到底怎麼樣 林書豪的這段訪問 但是我沒有想到達到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林蘇澳其實每次講到Kobe Bryant的問題之後 通常會先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想一想才會真的講 所以看得出來 林蘇澳面對Kobe Bryant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當然我們就不用講說 Kobe跟林蘇澳之間是不是好兄弟 我想大概沒有到好朋友這樣 這個可能感覺沒有那麼好 我老實講 那當然除此之外林須要從暑假 去年暑假就積極在練習自己的進攻和防守 那一直到今年來說其實打比賽的表現有一點打擺子 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當然除了他自己的因素以外還有教練的因素 林須要自己怎麼來看到幾乎是NBA的季中了 這個他自己的表現他怎麼來看 我們來趕快聽他再講一下 這就變得更困難了 這就是困難了 你放了很多 我相信我們都在冬天工作了 不看到結果的結果 很誇張 但是 有30多個遊戲就要繼續玩 我想大家組在追蹤林須奧的狀況的話 會覺得說一個華人球員在這邊打球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就希望他持續地加油 因為我們可以感覺到林須奧目前的心理 其實還真的有一點酸酸的 那當然除此之外 我們還是要回到 為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NBA的最新戰況 那明星賽馬上就要到了 但目前NBA最新戰況的東區看起來 還是有我們之前為大家講的四隊 有亞特蘭大 多倫多鮑龍 華盛頓烏斯 還有這個芝大哥公投隊這四隊 在做整個的廝殺 那後面的隊伍呢 當然這勝率就甚至有些不到五成的 那在西區方面 其實態勢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原來領先的球隊 也大家在表上都可以看到 包括勇士 Grizzly 灰熊 通通火箭 通通都在上面 所以但是大家才看 胡人隊的目前的戰績 還在西區的倒數第二名 第三名的Purpose目的 就是他們希望能夠在明年選秀全的時候 能選到前五名 那前到前五名的排名就是你要到到數五名才有機會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好那除此之外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今天我們很有信心的告訴大家 亮眼Super Play 我們要頒給 在目前西區第一名 金州勇士隊的浪花兄弟 老二 Clay Thompson 那Thompson 今年打得非常非常好 不但在命中率和三分球 還有得分 上場時間 還有總得分上面 通通都是大上揚 這也是為什麼 金州勇士隊的整個進攻力這麼強 Clay Thompson 是他們的最重要的球員 亮眼Super Player 要頒給他 好我們看了一下整個目前NBA的這大表現之後 好那我們要回到NBA的整個明星賽 在這個週末馬上就要開始進行 當然有很多球員就在創下歷史紀錄 像馬斯隊的Tim Duncan也是連續第十五屆 獲得NBA的全明星 Kobe Bryant也雖然不能打 但是也是入選了全明星 但這些球員在歷史上 將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頁 對他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光榮的回憶跟歷史 那當然這是我們今天 由Stefan贊助的NBA Showtime 體育對半時間 我是王翔林英文 謝謝大家現場 交給朋友的直播